这个群叫纽约的天空 顾名思义是不是纽约的群友比较多 但是我看了刚才发言的比较多的可能还都是大陆的 你们关心的问题好像集中在某个人的政治态度立场等等 这个话题好像撇不开一直在讲 其实一个人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说如果大家各自行动做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人云亦云跟在人家后面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有人说是没有英雄的时代 或者没有膜拜的时代 英雄应该是有的 什么时代都会有英雄 但是不能产生英雄崇拜 就是大家呢你可以模仿和支持拥护某种行为 但是呢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 所以指望一个完美的英雄 完美的伟人来领导一场革命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我看来 在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时代 自由至上主义的时代 就是大家各自每一个人就是行动的中心 当然你能够结成团队的话更好更有力量 但事实上要求大家团结一致是做不到的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做不到 有的人非常幼稚 还说最好能够把海外所有的反攻力量都整合在一起 形成一支强大的组织 形成一支有力的这个在野党反对党 然后再组织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来推翻中部 这个说法呢可能是停留在一百多年之前 即使一百多年之前也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反复讲 说大家呢 不要把时间精力耗在相互之间的这种争斗之上 因为永远都有那些丑恶的事情 丑恶的人 不好的言论 永远都有 如果你的一生都是跟这些言论作斗争 那你的那种最主要的目标 怎么去实现它呢 不是说你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 但是呢 如果把绝大多数的时间精力都花在这上面 是非常不值得的 就是说大家还是更多的要去做推动的工作 推动这个进程 变革的进程 如果觉得别人都做得不对的话 那么自己就去做 或者支持别人去做 那么做得对的人就会有更多的人效仿 更多的人支持 这事实上就形成了一股力量 谢谢 谢谢鼓励 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在群里面吵得不亦乐乎 但是我想大家呢都是一种焦虑 很多人都很内心很急躁 这个中共专制统治这么多年了 现在还这么强大 对国内的这个民众的反抗压制的这么厉害 而且中国现在真的是有很多糟糕的事情 那么多的民众在遭受这个各种各样的痛苦 而我们却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大家都心里面都很难受 焦急如粉 但是越是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越要能够冷静下来 越需要相互体谅 不要互相的撕咬 那如果互相撕咬的话 力量就分散了 就是他的专制 这种专制力量 他就更加强大 他感到很高兴 其实我想微信啊 连微信都是中共有意放着观察你们 让你们在这消耗精力 这个微信是一个双刃键 双方都可以利用 专制方面可以利用它 他觉得这是一个释放的渠道 你要不给老百姓一个释放的渠道的话 也可能在现实中就要爆发 所以呢 他通过微信来监督你 如果有什么他认为有危险的情况 他就来打击风群啊 抓人啊 什么事都可以做 但另一方面呢 我们通过微信的传播 也互相之间 共享了很多的信息知识 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很好的想法 立场观点 不同的意见 这都很好 所以呢 我们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时代 有很多的便利条件 是我们前人所没有过的 他们那时候不拥有 没有这样具备 像现在的技术条件 这样的一些手段 你想想 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各地 基本上可以同时 虽然有些时差 但是基本上 我们可以同时的分享一些信息 能够实时的进行交流 这个力量就非常的重要 就有这样的便利条件的话 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条件 所以互联网 是我们能够推翻中共专制的 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 如果我们不利用好 如果我们在这个博弈上 没有办法能够战胜 这个强大的这种专制统治的话 那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帮助我们了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在期盼 某些西方国家 能够采用强大的军事力量 来压制中共 这个想法基本上是幻想 不可能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 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它在道义上可以支持你 在舆论上可以深远你 甚至在经济上 可以给一些资助 但是他们不会直接来派军队 来攻打这样一个专制的政府 像一个很小的国家 专制政权 美国现在都很慎重 因为美国的老百姓越来越不愿意 承担这样的沉重的经济负担 去帮助一个国家 所谓解放改变政权 万一那个国家改变的不好 后来一大堆的麻烦事 人家都还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来 说你这个美国警察管的太多 后来没管好的话 一切责任都要你来承担 所以长期的负担 道义上的责任你都要来承担 所以现在美国的政治家 美国的纳税人 都不太倾向于支持这种外部干预 他们都希望回到美国原来的 那个孤立主义的立场 就是要独散其身 把美国自己的事情先办好 因为美国现在多少年 由于可能很多人不相信 美国这几十年来 由于过多的热心于国际事务 反倒在自己的建设方面之后了 大家知道美国的基础设施 美国的国民福利 在有些方面还真不如世界上很多国家 所以你说共产党的那些舆论 包括国内一些脑残 总是骂美国人 说美国就是为了捞去好处 才在全世界发动战争 掠夺别的国家的资产 从中得好处 其实恰恰相反 美国实际上做了一个大傻帽的事情 就是说花了那么多的财力 物力 人力 牺牲了那么多的生命 去帮助别的国家 而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讲美国好的 虽然内心可能认同 但是公开的去夸赞美国的 其实并不是很多 很多国家没事 把世界上的一切灾难 一切不好的东西 都归结于美国 包括在中国那些被洗脑的老百姓们 一讲到什么东西都说 这个世界上凡是有不好的东西 都是美国制造的 都是美国搞的 所以川普当选 他在竞选过程中 他也说了 希望以后美国尽量不去扮演 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 对吧 就是在有些责任和义务上面 不要像以前那样子 战线拉得太长 然后美国国民负担太重 然后那些需要保护的那些国家 甚至有些是属于经济上的大国 他们应该自己支付相当的成本 来承担这样的一个防卫责任和义务 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 国内的老百姓更多的指望西方国家 进行直接的干预 或者至少希望海外民运 能够在国外争取更多的资助 包括各个方面的帮助 来实现推翻中共专制统治的这样一个目标 但是海外的人呢 又又在说 说海外的人不起什么作用 海外的人只能喊鸡嗓子 发出点声音 把这个中国的真相告诉国际社会 等等等等 好像觉得这个真正要想推翻中共 这个这种强大的抗争力量 在海外是无法形成的 只有依靠国内的这种抗争 所以主战场在国内 我经常听到这两种说法 也就是说互相指望 国内的指望国外的 国外的又指望国内的 其实这样的话 如果单向的指望的话 都不会成功的 所以呢 应该形成了一个这种相互 应该说这个内外呼应 海外跟国内的力量 内外呼应 而且主要的是 我觉得主战场 的确我也认同 主战场还是在国内 虽然非常的艰难 甚至无法发出声音 而且风险非常大 动不动就被抓 动不动就被判刑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在国内 抗争的这种结果 是更加直接的 更加有效的 而且更具有激励效应 它可以让更多的民众 能够看到和参与到 这样一些行动 当然不是说短期 一下就能实现 需要慢慢的推进 所以要讲推墙的话 那推墙的它虽然讲 就是要靠国内的更多的人参与 才能够有可能向前推进 就是推墙的方式 推墙的方式 当然是越来越多的人觉醒 有的人说不需要启蒙 说自己就可以启蒙 说法很多 因为我觉得大家变来变去 其实都是不太认同别人的说法 觉得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 其实启蒙它包含自我启蒙 相互启蒙 的确也有先知者和后知者 这个东西你不承认也不行 倒并不是说 你是先知道的人 就多么伟大 多么了不起 你先知道的你有责任 去传播这些好的先进的知识 思想信息 但是并不意味着 你就具有这种霸权 你就具有这样一个天生的领导地位 这个在信息时代 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 所以还有一些人会觉得担心的是什么 觉得他们占有了话语权 谁要是讲是启蒙者 他先知道了这个知识和思想 他传播了 他就变成先行者 他就成为这个话语权的占有者 其实可以这样说 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 已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 你所有的智慧思想 这个来源基本上都来源于已有的 已知的知识上 只不过你没有发觉 你可能不知道 事上已有这些东西了 完全由你个人发明的东西 几乎是没有 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呢 如果大家足够的谦虚 能够更多的 从现有的文明宝库中去发掘 这些东西都已经存在了 无非有些人用更加简洁的 更加容易理解的语言 在大众中传播 所以谈不上谁能够作为 当今时代的真正的启蒙者 我们这样一些在国内 被称为先进知识分子的 也其实也就是二传手 我们已经是把西方文明史中 几百年前 甚至一千年以前 就存在的好的东西 只不过把它 就能够向国内的一些民众来传播 在传播过程中 其实也是一种相互促进了 我们自己也可以 更加深入的理解 去吸收 去学习 去应用 所以呢 这谈不上是谁引领谁 或者谁启蒙谁 关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以后没必要再争论了 就是说不是说上对下的 或者怎么样的 而是大家共同的朝着一个目标 要齐心协力去推墙 推墙才是目的 而不是说 当然你说推墙不是终极目的 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 宪政民主法治自由的中国 这点毫无意义 大家总是在这个过程中 互相的指责攻击 说你推墙的知识不对了 或者你用的力不多了 用的力不够大了 或者你在前面了 还是在后面了 大家都是在争这些东西 还是说谁有资格 领导大家推墙 谁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最合适 把精力都分散在这些方面的话 那么就推墙的这个工作 本身就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所以我一再强调 就是说我们大家 最好能够避免这样的一种 智商 自己的纷争 你要觉得某一种 一种倾向是有害的 大家都 就是你在能够说服的这个范围里边 你去告诉你 分享你的想法看法 然后呢 大家尽量不去理会那些不好的东西 让它自生自灭 如果你过度的去关注它 在所有的地方都宣传它 反而给它形成了一种 造成了一个舆论场 我讲这段话 不对任何人和任何事进行直接的评价 我只是说这个现象 就是说因为你每个人 你只是觉得你自己是正确的 你并不能代表真理 对吧 谁也不能穷尽真理 所以你在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的同时 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副作用呢 对吧 谁也不能保证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尽量的减少内耗 减少误会 大家还是集中精力去推墙 我就讲了 如果要是讲 你觉得身单力薄 你可以约上你自己 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好友 你能够影响的人 形成团队的力量 但是你在这个社交媒体 在微信里边 想完全说服一些人 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在说服不了的情况下 大家一急躁就骂起来了 最后的这个效果就很差 当然有人会问我 说这个你看 这个中共专制统治 我们要想把它推翻的话 还要用多少年的时间 我说这个问题是没办法回答的 之所以没办法回答呢 就是说 就像伊索议员里面提到的 伊索在那休息 有人问他 罗马还有多远 我什么时候能走到罗马 那伊索让他走 他感到很生气 说你告诉我 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 伊索还是坚持要他走 他走了一段 他很生气 他急急的开始走了 走了一段以后呢 伊索在后面 远远的告诉他 按照你这个速度 晚上你大概能走到 因为他是通过他的这个速度 来判断他究竟 什么时候能实现 那么现在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你说 问我什么时候 能推翻中共 你要取决于大家 多大的力量 在推翻这个专制的势力 在用什么样的力量 有多少人参与 什么样的速率 这个不是谁能够算命算出来的 我们只能大概的估计一个时间 所以我多次回答 我说我希望是十到十五年时间 但有人说 你为什么不希望明年呢 我一年时间 或者明天就把它推翻 那不更好吗 我当然希望啊 但是问题你觉得现实吗 能实现吗 愿望和现实还是有距离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算是说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 有的人不愿意等待那么长 那假如说大家力量都形成了 大家都不约而同来推翻的话 那么可能就支撑不了那么久 但是如果大家前怕狼后怕虎 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群里边内耗 打自己的人的话 那什么时候才能推翻呢 那更加遥遥无期了 是吧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很多人慢慢的就变得悲观了 不来越多的人 由那种激情满怀 慢慢的过一段时间 就变得毫无信心 就变得完全失望悲观 说有什么意思啊 就这么反共 反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都反不了 那说该干嘛干嘛去了 自己发财去了 吃喝玩乐去了 人生有限啊 人生苦短 是吧 所以呢就是往往我们看到 在现实中有很多那种激情万丈的激进派 有的时候也会变得毫无信心 就是放弃了一切的希望 所以这需要一种长期坚持的认劲 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这个信念不变 而且呢不急不慢的 一点一点的暗中实力 我这么说 其实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包括我自己也有气美的时候 这是现实 当然我可以非常无愧的告诉大家 可能是海内外最坚定的推翻中共专制的知识分子之一了 但即便是这样 我有的时候都有一些气美的时候 只不过情绪消极的时候 要换换空气出去转一转 去换换心情想法去干点别的事 然后等你心情好的时候 你又恢复了信心 你再继续的推进 哪有人一天24小时都那么情绪饱满的 那么坚定的 就好像没有旁骛的 什么事情都干扰不了你 专心一意的去推翻中共专制呢 还没有一个人能够24小时这么做吧 我觉得我已经做的够多的了 我经常是一天有的时候 一个夜里边睡三四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我有的时候想想这样做 可能不能够长期的持续下去 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忧着点 不要说中共还没推翻了 自己先倒下了 我们要有信心 这个信心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 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正义的事业 是一个公在千秋的事业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被专制统治已经几千年了 这个专制传统是世界上最深厚的 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 什么希特勒了 斯大林了 金日成了 布尔布特了 都比不上中国的这些残暴的这个统治者 所以呢 其他的统治者 已经有的已经垮了 已经消失了 有的还在延续 像金山胖在延续 但是最强大的敌人就是中共 所以面对这样最强大的敌人 我们真的不能太急躁 我们要认真的 就是说战略上要藐视 战术上要重视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个信念 长期的向前推进 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 或者在我们下一代手上 就能够推翻中共的话 那我们就是了不起的一代 那我们是中国几千年里边 最了不起的一代人 或者两代人 所以这样想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更加感到自豪了呢 假如说我们认定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这一天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做的这个事情 是极其的光荣 极其伟大 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情呢 是非常值得用毕生经历 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的呢 我不知道有的人 有没有问过自己啊 就是说假设在必要的时候 在万不得已的时候 需要你献出生命 用你的生命来换取明天 那换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话 你愿意换吗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 多少有一点这样的情节 我自己本人是在所不惜 如果有这样一天 你们这些人就会唱高调 你们这一代人就喜欢理想主义啊 有一种激情啊 有一种唱高调啊 真叫你死你愿意去死吗 当然你不是去找死啊 你不是主动的 没事的事是要自残自杀呀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说你觉得 你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 对吧 人一生只有一次生命 但是你这个生命 要在什么情况下才来换取 对吧 所以呢 每个人不是说那么轻易的 要去成为烈士 而是说 每个人如果不怕死 那他就有相当的勇气 朝积极的这个方向去推进他 那有人说 那最勇敢的是 应该是在国内的 或者说已经在国内监狱里面 但是真进了监狱 大家知道 他能够发挥的作用 也是相当有限的吧 他有一种 这种激励的 示范的这种标本的意义 但是呢 在监狱里面 毕竟受到人生的这个限制 很多人离开中国 并不是说怕死 贪生怕死 而是希望能够不受这个 肉身不受这种约束 虽然在海外推墙 大家感觉到 是不是距离太远了 起到的作用有限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不管你在世界上 在地球上的哪一个位置 你只要尽心尽力去做 它就有效果 所以不要找这些客观理由 互相指责 或者给自己找理由 这都不是好的理由 无论你是在国内 还是在国外 不要说在国外的人 就说我们没办法弄 你们必须在国内 你们才能弄 那在国内的人又说 你们害怕 你们胆小都跑到国外去了 全指望我们在国内的人弄 这种相互指责的话 最后事都办不成 所以我们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谁逼着你 非得去做什么 对吧 咱们这个时代呢 就是说一方面 没有领袖 没有英雄 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如果已经有人为此 献出了生命 付出了代价 那我们还是要铭记 这样一个 这种具有劣势精神的感召力量 比如说最近传出一个消息 说彭明可能已经被中共迫害死了 说是在狱中得心脏病 还是什么病死掉了 那彭明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他原来是一个中共的局级官员 在国内的时候 体制内也是相当的有能量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本身他如果要是只追求自己的荣华富贵 应该说他的生活不会差 待遇也不会差 但是他还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有想法的人 他怎么背叛了体制 怎么样跟体制对抗 后来坐了牢 出了出了牢之后来到美国 他在美国就积极的发动推墙 希望组织武装力量来推翻中共 后呢 他是在这个国外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柬埔寨被逮捕的 被抓的 然后呢 就是判了无期徒刑 而且据说呢 由于他主张用暴力推翻中共 所以呢 这么多年来海外很少有人为他发声 因为好像在海外民运里边 有一个所谓政治正确的说法 就是你要主张理性和平非暴力 如果你要是主张暴力 对抗中共的暴力的话 那么就犯了政治正确的这个禁忌了 就说你不能这样主张 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敢支持你 然后连西方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政客 一些政治力量也可能会怕遭到一些迁累 也不愿意跟你多接触 所以在海外发出声援的时候 大家看到人权斗士们会得到很多的支持和关注 包括人权律师啊 包括这个维权分子都可以得到海外的关注和支持 像王炳章像彭明这样的人 却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和声援 大家知道这个王炳章应该是中国当代民主先锋 说他当代民主先锋指的是他1979年 他在加拿大获得医学博士那个时候 他就开始他没有去寻求自己的这种荣华富贵 他本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医生 生活不会是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他却学习像心中山那样 他说这个T1从政就是说要解决中国的制度的问题 他很早就提出了要搞民主 所以他跟魏京生他们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就当代的这种民主先锋先驱 那么王炳章在海外从事民主运动很早 从80年代初 初已经形成了一些团队的力量 后来这个团队力量到了8964之后 也能够延续还有产生一定的影响 后来由于海外民运之间的一些纷争 分裂 后来他感到有一些没有意思 感到有点伤心 没有意思之后 他非常决绝的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他还是选择了武装抗争的道路 所以也是到金山脚缅甸的一带 想购买武器 然后组织武装力量 然后是在越南被诱补 被诱补 然后也是判得无期徒刑 直到今天还在广东韶关的监狱里边关的 据说现在精神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不单是身体有问题 精神上也出现问题 所以呢 我想这个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人 去关注他们 敬仰他们 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模仿他们 但是至少应该大家 应该大家尊重这样的一些 带有这种现身精神的这种抗争 所以呢 这个真的 我们现在虽然在群里面 人人都可以有这个话语权 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 但是想想 我们究竟实际上做了多少 有那么多的人在我们前面 已经付出了很多 而我们现在后面的人分子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都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 所以我们这些人 有的人受一点这个冤屈委屈啊 就会觉得受不了 说我为民主出力 为什么还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和理解呢 那我不干了 一生气就不干了 但你想你付出的 跟别人付出的相比的话 那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跟前面的很多人比的话 我们付出的太少 太不够 我们应该持续的努力 对改良派 怎么看 我想简短的回应一下啊 这个我自己 原来在体制内 最初我就是改良派啊 对吧 但是后来你发现 这个其实没有改良的空间 根本不可能 你在体制内待着你就知道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 有什么像样的改良吗 没有办法真正的改良 所以呢 不要再做这样的梦了 有的人他愿意意赢 他愿意做梦 他自己去做 只要他不干预别人 对吧 所以呢 就是那些改良派 有的会攻击这个所谓革命派 革命派呢 也会回骂改良派 我觉得这种骂来骂去没意思 就是大家 你觉得改良有用 你接着去做改良的去努力 对吧 然后革命派 你就会做革命的准备 大家互不互不仿害 各做各的事 你能争取多少人 就争取多少人 对吧 到底看看谁能更具有说服力吗 对吧 到底是改良派更具有说服力 还是革命派更具有说服力 骂来骂去也没意思 骂也骂不出个结果了 骂也骂不倒中共专制 所以说呢 你骂他干什么呢 当然我 你从我这个说的 你就能看出 我肯定是要进行彻底变革的 我把自己称为变革派 变革就是彻底的变革 改变制度 改变根本的制度 我根本不指望中共能做任何改良的事情 如果他要想做改良 也只是维持他的统治 如果维持他的统治 做一点改进 那有意思吗 只是把我们这一代的人责任呢 又转移给下一代了 也就是说 实现根本性变革的这种时机 交给了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就往下延续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 就是说 现在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一代 在我们闭眼之前能看到中共垮台 我们尽量不要把责任转移给我们的下一代